升級卵靜 提回人生指數方面 上個星期仍然是高低位整固階段 大家見到指數也有一個低開的跡象 上海一個煙躍窩封城式兩個星期仍然是繼續的 廣州疫情已經非常反復 生產線在汽車款方面影響力非常之大 最近這一兩天見到那些比亞迪、吉利、長城汽車的跌幅都非常快而及 我覺得投機者可以把握這個機會進行短線淡倉部署 今天我為大家介紹這隻比亞迪的淡倉 該投機者做一個短線的部署 1、2、1比亞迪的淡倉 下跌目標可以去上一個重心支持位 200元的 入市方面會用這個現價 萬一它有利好消息或是解封情況 上回240元做一個止算 中文字幕提供 您可以幫助我們